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哇,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又是我啊,死呀 歡迎大家回來跟我一起玩玩玩具 如果有看小弟Youtube社群應該都知道 小弟其實是開了這盒來玩,拍了一些照片 我看大家的反應都不錯 我想大家應該跟我一樣幾喜歡這套電影 雖然都出了一段短時間 不過乘著電影的熱潮都開來和大家玩一下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鞋子堡Marvel Legends 銀河守護隊3的系列 為什麼叫系列呢? 因為這裡有一Wave 零一盒 這一Wave 細盒這些 Total有七隻 樹人是自己一盒 我們先看看這一Wave有什麼角色 星爵、烈布拉、利畢娜 有Mantus、螳螂女、Adam Warlock、亞當術士 今集的新角色 昆林、Drax 以及今集的主角 主要人物 Rocket 火箭滿熊 這裡這七隻組裝出來的BAF 就是Cosmos 那隻小狗仔 蘇聯狗仔 樹人就好像剛才說 自己一盒 正的 送了一隻未改造的Rocket 即是那隻滿熊 我們逐隻開來玩 因為Total 有九隻Figure 實在太多了 一次過失敗在這裡 看都看不及 打頭陣當然是我們的男主角 星爵 The Legendary Star Lord 今次全新的造型 這件制服 其實都很接近漫畫版裡面的造型 不斷移轉圈給大家看 這次全部人都很少配件 星爵就只剩下槍 大家看到他看玩具的時候 這麼多年終於有新槍用 誰知劇中都是用舊槍 讓這個玩具拼臭 不過我想這些是家常變化 大家也比玩具拼臭過很多次 好,我們近一點看看他的面相 這隻我是很喜歡 MFLE Legends 其實都出過很多次星爵 這隻應該是最像樣的 比起之前雷神4那隻 我覺得是更加像樣的 幾捉到神韻 以一隻六吋的Figure來講 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現在就近一點看到 他那件制服的細節 心口的Logo 是凹凸的 不是印刷東西 藍色就圓膠色 紅色就上色 不過我略嫌這隻藍色 好像鮮色了一點 劇中的藍色是再暗多一兩格的 這隻Figure令我相當驚訝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在看就說 啊! 應該是新武器才是 為何還會有偏的呢? 我上網對回其他舊的Star Lord 的玩具 才發現 啊! 頂你啦! 原來他的手和腳 是用了第二集的星爵的武具 我心想這個重用會不會太厲害呢? 可能他的圖裝和成形式 也有少許被他fake了 試可動只是試這隻 其他那些差不多了 頭袖老樣子波裝 左右轉 這套是怪怪的 雖然大家看到他的頸部有個上下動的軸 不過這套 這個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頭雕的造型問題呢? 很多時候其實都用不著那個軸 手這隻是平均不到 哈哈哈 這隻小費 360度轉 手臂有個水平旋轉 Double John 截到這樣 手有個旋轉 手腕有個Hinge 其實整個身是身帽 手腳就舊帽 胸這裡有個關節 腰有個旋轉 雖然說舊帽 但也不是那麼差 其實Marvel Legend 關節是有一定的保證的 向前踢 打側就頂頂地 向後就被屎筆頂住 大腿有個水平旋轉 小腿Double John 這樣 然後鞋這裡有個Hinge 然後有個旋轉的接地 大概就是這樣 擺了姿勢就這樣了 劇情就不多說 不過今集有件事我是覺得幾詫異的 竟然它沒有一個新的頭盔 我以為它有件這麼漫畫風的制服 就會有一個漫畫小小的頭盔 怎知今集是連頭盔都沒有的 有一點覺得奇怪 小件商品出竟然放過這個賺錢的好機會 好!下隻 第二隻我們就玩聶布拉 配件方面就有把槍 大一點的槍 另外有把小小的手槍 還有這個高熱刀 不過形狀就不太好 很肉酸的形狀 我這隻的樣子有點慘不忍道 現在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它的樣子是整個印歪了 就是這樣 那個雕刻的位置在這裡 假設那條黑色線應該搭得中 它就全部歪了 整個印刷就西歪了 這邊也是 黑線在這裡 印就印到這裡 整塊面是側了斜了 這個右下方 啊... 是不是要買多一隻? 但是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印正在中間的樣子是很像的 但是這隻就印都歪了 撇除了印歪了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看本體 跟星爵一樣 也是穿了一件藍色的制服 胸口一樣是有一個logo 不過就很奇怪了 就是女裝這件 待會Mantix 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 就是呢 明明星爵的logo也是凹凸 它的logo也是凹凸 但是形狀有一點點不同 而且那個上色是偏向不準成 女裝制服的body 嗯... 這個差一點 聶布拉的左手就是這個機械手臂 劇中很萬能 又會變大炮 又會變觸手 略嫌這裡送的拍子就少了一些 拿了大炮就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是有一點點沽寒的 就是它只有左手拿槍的手型 右手沒有拿槍的手型 這邊手就不知為何閒著活事幹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沽寒的 拿手槍就是這樣的 不過都是拿大東西是比較有趣的 接著就換上高熱刀 我這樣形容 喂呀... 上色真的有點瘋狂 你看那些油厚到幾乎有臉皮的厚 積了一點點 不過這些就靠運氣 抽大彈 換了把刀就這樣 不過我也是想要大炮多些 不知道會不會出多一隻 是全裝備的聶布拉 好...下隻 接著就到這個螳螂女MANTICS 我想很多兄弟對這隻應該比較有興趣 因為上一隻是這個BAF 如果對於一些純粹電影版的愛好者來說 那一套還要吃很多豬頭骨 所以那時候不算多人買 那一款亦成為少數炒起的MARFLOW LEGEND 今次就給大家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買到 其實剛才也說過 整個BODY跟聶布拉是同一個帽子 制服對於這個玩具廠商來說 就有這個地方好 就是叫一母多用 女裝兩個BODY一樣 當然除了一隻左手 手型也有少許不同 雖然說她的武具懶鬼 兩個角色用同一個BODY 不過這個BODY也有一個地方想稱讚她 就是過往很多MARFLOW LEGEND的女性角色 前輩都是SINGLE JOIN 這個是有DOUBLE JOIN 保持到關節強度 手又不會太粗 這個是要讚的 手型就是這個老電波手 好像按著頭 接著碰人 你很喜歡DRAX 那時候的手型 頭雕我覺得是相似的 不過賞色 我覺得略嫌太像一個人 因為大家有看銀河守衛隊 大家都知道MANTEX的眼珠是比較大 即是很少眼白 這隻就柔到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分別 差一點點 我拿回舊的出來給大家對比一下 其實這個武具八九成尺 即是那些細尺 基本上應該是用電腦收拾完再出武器 最大的分別就是眼珠 舊版這隻其實是坑比較深 所以大家看到眼珠是比較凹下去的 新版這個就填平坑 然後印刷印上去 這個是最大的分別 不過舊版有一件事比較正的 就是真的做到眼珠很大 眼白很少的感覺 而新版的樣子就比較像一個人 是好人 就欠缺了外星人的感覺 除了修正了眼位置的武具之外 其實那個插槽 即是頸插槽的武具都不同了 剛才我試圖把舊的頭插過去 發現是不行的 因為頭部的尺寸是改了的 玩完這個MANTAS 接著就拿他的歡喜冤家 Dress 出來 配件方面就有兩把小刀 其實呢 兩條腿我發現是舊帽 因為大家看到 手是沒有偏的 腳是有偏的 我一會兒也會拿舊的 給大家對比一下 近一點看看 頭到褲浪的位置 都是新的武具 因為之前DRAX的FIGURE 上半身都是沒有穿衣 這個就是一個制服的版本 所以一定是新武 面相方面 我覺得是相似的 其實他的五官 頭型 即是臉有少少肉 即是頭的形狀 各樣東西都做得很相似 不錯 臉的紋身就是有少少凹凸紋 再印刷一些東西上去 又是出現這個小問題 印刷就不太準成 不過就沒有剛才Nabella那樣誇張 可動域基本上 就跟昇雀那些差不多 不過這隻大隻老FIGURE 我自己略嫌有個小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BUTTERFY JOHN 讓他的手可以接近一點 變相好像很硬直 不過也算了 200元左右 這隻FIGURE 很漂亮 我已經覺得很OK 現在就拿了第二集的DRAX 出來比較一下 大家下一點點眼力 應該發現他的腿是同好 只不過是上色不同 讓大家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其實是舊帽 OK 新這隻像平時DRAX 那些愚蠢的樣子 即是他的樣子沒有表情 大家都覺得他在搞笑 反而不是很習慣這些青筋寶宴的樣子 我喜歡新這隻多些 接著就到這個人見人愛的ROCKCAT 雖然脾氣很臭 但是ROCKCAT真的很可愛 很小隻 一會兒拍給大家對比一下 配件方面有支大槍槍 ROCKCAT也穿了制服 也是新的武具 這隻可以試試可動給大家看 頭是波裝 可以旋轉 空這個位置也是一個波裝 手可以平舉 比星爵厲害 三六十度轉都OK 前臂是SINGLE JOIN 90度摺曲 手也是可以旋轉 腳可以向前踢 打側 向後 向後都可以 大腿 厲害 大腿也有個水平旋轉 小腿90度摺曲 腳也厲害 平時有個HINGE 有個摺地 其實是厲害 這麼小的FIGURE 可動都這麼充足 其實是厲害的 它的尾巴 有個旋轉 亦有個HINGE 可以調校不同的角度 其實都算努力去還原動物的顏色 不過始終是有點生硬 不過都OK的 ROCKCAT我想大家最深印象 都是經常拿一些 跟自己的身形不合比例的武器 contrast 超大 超霸氣 就是一隻這麼可愛的小動物 拿著這麼大殺傷力的武器 是挺衝擊的一個畫面 這集其實是好主角 也解開了ROCKCAT的身世之迷 這集如果喜歡小動物的朋友 真的有些有愛有恨 不特別講劇情 不過真的很喜歡ROCKCAT 很喜歡這套東西的所有角色 好繼續 接著就到我們的副手 昆林夾連 配件方面 有這個 擁盜傳給他的 吹口哨會飛的金箭 我也不知道這隻叫什麼 另外 就有一把小刀 這隻的武器 我覺得是有一點而怪雞 因為它沒有圖的位置 旋轉 變相 但是從空對下開始 一塊 好像身形看上去怪怪的 你會覺得 特別是到下盤這個位置 握得好 整個比例是怪怪的 而且我也找過 為什麼這隻會有偏的呢 是不是用什麼的舊帽 但是我目前又不是真的好找到 這個位置有點不理解 這個位置 近一點看看 雖然說身形怪雞少少 亦無厘頭有偏 但是這件衣服的細節 我覺得是做得頗足 可能之前和大家玩過幾隻 都是制服 這隻反而衣服的紋理 是比較出的 就是領口這些 不對稱的位置 拉鏈位 那些衣服的打雜 都是做得很好的 這邊就是有裝甲 腰這些位置的飾物 拉鏈 都做得挺好的 但是身形真的怪雞少少 面相方面 我覺得很像 幾拿捏到 昆琳沒有什麼神器 沒有什麼自信的表情 這個是OK的 下半身的細節就是這樣 如果知道是共用了什麼帽子的兄弟 都可以告訴我 這把小刀就可以插在背部的位置 不過劇中也沒有用過 插在這裏 這支金箭我覺得是有少少難展示 因為沒有一個特定的位置插緊 不斷地把飛行軌跡的效果 放進箭袋裡 假裝飛出來的效果 這效果的部分 是透明件成形 上了少少螢光橙色 效果其實是出的 不過就要想一個方法 去Display 擺好少少 不然就好像有些不知道在做什麼 第七隻就是今集的新角色 Adam Warlock 即是阿當術士 其實我覺得電影的發展有點急 如果記性差些 或者沒有看上一集 就會對這個角色有一個黑人問號的感覺 因為他一出場 已經是一下來 就打到銀河守護隊七個一皮 其實阿當術士 就是上一集 銀河守護隊 在搜榮族的星球 和搜榮族結下了一個恩怨之後 搜榮族的女王就派她的兒子 可以當是 派她來討伐銀河守護隊 這群仇人的設定 提一提大家 慎防大家不記得 跟剛才昆林一樣 又是不知為什麼 沒有了腰的旋轉位置 這一部分 我理解不了這個操作是怎樣的 不過這個身形就沒有昆林那麼怪雞 起碼它的下盤是闊一點 近一點看看 面相可以接受 不過略嫌 皮膚的金色偏黃黃了一點 可能不要跟身體的金色區分 大家看看衣服 其實也有很多細節 大家看到衣服 其實是有些網狀的紋理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紋理 看上去有型的規格 挺現代的 我覺得是很帥的衣服 組紅色這些位置 就塗裝了 下半身也是同樣風格的設計 即是如果這個樣子 可以再威多一會 我就很滿意 真的 斗篷後面是這樣的 原來印了一些 好像鎖鏈的紋理 不過 這次的斗篷不太軟 最初公布 演員是Will Porter 之後 我心裡是有點難以理解 為什麼 找他 但進去看 就會發現 角色是多新訂造 很棒 很萌的角色 雖然他是 可不可以叫敵方 總之你會喜歡這個角色 傻傻蒙蒙 看完也很想要他那隻寵物 那隻四不像 很有趣 這樣 Will Porter 這個演員 令我最深刻的 一定是那個 Meme 就算大家沒有看過 名門昂族這套電影 但也應該會見過這個Meme 即是 Wait! You Guys Are Getting Pay? 這個Meme 大家應該也會見過 喜歡這個角色 期待之後可以在MCU 繼續見到他的發揮 今次的BAF 就是Cosmos 一隻念力WOW-9 怎麼說呢 其實我頗喜歡這隻Figure 不過略嫌 你會覺得他拼出來的Size 是大了一點 不多合比例 不斷轉個圈給大家看 有些角色都沒有轉圈 反而狗要轉圈 哈哈哈哈 面上就沒有真那隻那麼可愛 不過叫做努力了 像一隻真狗 但是不像那隻狗 一些太空衣的Detail 都做得很足 就是紋理的位置 中間這些打閘的位置 也有些太空感比較重的 這個銀色反光的位置 這些都有做足 頭罩其實可以除掉 不過我們就要拆開頭 才可以拆開頭罩 讓它舒服一點 又碗紅又狗又水刷 叫動物人 怎麼不喜歡這套電影呢 這隻狗比相像中多關節 它四隻接駁本體的位置 都是有一個波裝 可以舉高 旋轉等都做到 OK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星高裝 可以這樣活動 也有一個旋轉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前面也有一個Hinge 可以接曲 不過不會這樣活動 不會這樣活動 腳掌 腳掌這個位置 或者是手掌 這個位置也有一個Hinge 這個位置也有一個Hinge 這節好 這節好也有一個旋轉的關節 這樣 腰 腰有一個左右擺的幅度 OK 到後腳了 這個位置有一個Hinge join 可以這樣接著 腳掌也有一個Hinge 同樣地有一個旋轉 厲害 這隻狗 多關節 尾巴可以360度旋轉 也有一個Hinge join 可以擺尾 Cosmo的可動就是這樣 最後一隻 有些武器 玩到第九隻Figure 神經病 這隻是自己獨立一盒 開始以為會是BAF 怎知自己獨立一盒 也好 起碼有個機會可以出Cosmo 樹人都出過很多隻 現在等我可以操作多點角色 也是一件好事 配件方面 有一對拳頭的手型 OK 有一隻未改造的Rocket 一隻滿紅 應該這樣說 另外還有一對翼 這對翼就是他們 差不多尾聲 在最高進化的戰艦逃生 衝進去 生了一對翼 這也是被我譽為 夢面超人0號的DLC配件 今天有看Sincarman Rider 就知道什麼了解 我們現在先看看本題 上次Endgame 大家看到的樹人 應該是青年 反叛青年時期的樹人 現在的樹人大概是成年人 應該是二十多三十歲左右 今次的樹人 這個角色是比較穩重 沒有那麼反叛 也是一個很有擔戴的角色 比起第一集的樹人 比較矮 但比較精壯 轉個圈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的樣子 哇 有一個樹木屎乎 OK 臉上是這樣的樣子 有一點醜樣 哈哈 大家應該都看到 很多地方 特地有些青苔 草青色的地方 扮一些草、樹木的感覺 真的有雕刻 我想只有深厚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只會上青綠色 上去 這裡 飆了一棵草 OK 其實整體的雕工不錯 挺表達到樹木的感覺 如果大家是賞色的高手 應該可以上一些深淺不一的啡色 就更加有樹木的感覺 現在這樣我也覺得OK 純粹是略嫌沒有了 我過去有一段被阿東術士打掉頭 應該這麼說 只剩下頭的部分 又沒有 又沒有任何的槍可以讓他拿到 這個我覺得是順利一點的 頭是波裝 左右旋轉 那麼 Hinge 整套都很實 不是很動 手平改 基本上關節一模一樣 手有Hinge 旋轉 空這裡有旋轉 腰這裡沒有了 腳底起 打側 小腿90度 腳掌有摺曲 也有摺地 其實不錯 這隻也 入得一套 當然要入這隻 高度就是這樣 平時尺寸的Marvel Legends 大概到肩膀左右 因為對翼真的比較大 所以都理解為何要自己獨立一盒 就是這樣 好 一口氣跟大家玩了九隻Figure 有點累 應該是第一次一條片中 跟大家玩過這麼多隻Figure 由於Figure的數量更多 不能夠每一隻都很仔細地跟大家看完 只是輕輕介紹過配件 有些細節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不算十分詳細 我覺得有點抱歉 不過我覺得 拆散幾條片 又不是這麼良好 屈就一下 先說回 7隻加BAFZ 大概外面賣1,250元左右 這隻樹人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約300多元 好像300宗左右 價錢 反而樹人我不完全記得那個價目 1,200多元 有8隻Figure來說 真的不錯 而且每一隻面相都有一定的水準 一定比SHF好 重要的地方是 你想想 這裏7個成員 都是1,250元左右 大家想想 1,250元已經有8個角色 如果SHF出 一隻都400多 1200元 你買到三隻都不知道有沒有 而且SHF 一定出不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玩6吋 玩這個size 這個是一個好選擇 這次也沒有任何漫畫版的角色入了這個wave 對於單是收集電影版的角色的朋友來講 是喜訊 雖然有一些QC上面的不足 特別是我這隻列布拉 印刷真是神經病 但是 你對這隊伍的愛 是可以避充整件事 九年前第一集 初初的時候大家都不看好 雲羅守護隊 給人的感覺都是一些異線的角色 直到今天成為了一隊大家都很喜愛的隊伍 每個角色都有一個很鮮明的性格 很有character 大家都很喜歡 今集更可以說是有笑有淚 今集真的很好看 看完是開心 是很值得入戲院看的 尖士根阿根哥 你不要理他去到DC是怎樣 不要理他拍電影好用人為親 口齒薄氣 這些行為我不討論 但是 他真的知道觀眾想要些什麼 整件事是拿捏得很好 今次如無意外就是這個黃金陣容的銀羅守護隊 最後一次出擊 去到電影的尾段有些成員各自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所以就暫時離開了隊伍 是有少許可惜的 不過都期待他們新的冒險 在社群上大家都說 如果有Gamora就好 其實大家都看到 這套是沒有Gamora的 另外 今套也沒有最高進化 沒有出過奸角 又不是很成事 大家再想回前一點 Anne Man這個矮人第三集的Wave 都是不齊的角色 都是沒有六寸的Case 所以我想 他接下來會有一套是電影版 流氓之餘的角色 會組成一套 可能是這樣也不奇怪 不知道會不會出手榮族的女王 我就是這樣說 還是會是無厘頭 單之一個出 我相信也會出 今集的分享來到這裡 真是有點而累 一次過講九隻東西 對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未去戲院看的朋友們 快點進去看 好看 強烈推介 先這樣 拜拜